那就是民進黨網軍他的醜陋面目昨天完全現行 最主要的就是因為民進黨在這個疫情嚴峻的當口 事實上全力的並不是在對病毒作戰 而是在對台灣的民眾進行認知作戰 這一點讓我們非常的痛心也非常的痛苦 一開始最重要的就是王定宇委員 他已經連續在過去這個禮拜疫情最嚴峻的時候 不但做梗圖修理國民黨不當的惡意栽贓 而且他還配合網軍要求在網路PPT的八卦版 已經出現了所謂的中共動員認知作戰 所以王委員跳出來要求政府要言辦 要把他抓起來判重刑要重罰1億台幣 那這個所謂的中共的認知作戰 這個共匪是誰呢 原來這個共匪就叫做林偉峰 而林偉峰他在PTT上面大罵疾管局 說PTT攻擊PTT是假消息 攻擊PTT的八卦版已經淪為了中共政治作戰的一個場域 結果沒有想到原來林偉峰就是綠營的 整個重要的網軍成員 跟綠營的關係非常的深 也是蔡英文 班底重要網軍的成員 那麼後來鄉民就去查到這個林偉峰 常常反串故意在PTT上面罵陳時中 罵這個民進黨政府罵疾管局 然後再挺中共 沒有想到都是綠營網軍的反串 而林偉峰他的太太就在中央黨部負責網路作戰 林偉峰的太太也是范雲大委員的學生 然後呢他們過去曾經是陳其邁的助理 在發動了這個網軍的攻擊之後呢 我們看到當林偉峰自己反串之後 不只是王定宇委員跟進 蔡英文也跟進了 蔡英文的臉書也說疾管家很重要 叫大家不要被誤導 連總統的臉書都一併跟進 他是一個作戰的生態鏈 他根本就是一個作戰的部隊 當前面發動了之後後面就快速跟進 跟進的網紅也包括大家非常熟知的綠軍側翼 焦糖格格 蔡英成等等 都發動同樣的一個攻擊 而林偉峰就是眼球中央電視台的寫手 他負責的跟他合作的就是視網模 而視網模的經紀人也是鄭運鵬的便當助理 跟民進黨所有的這些重要委員的關係都非常的深 而且是有多年的關係 林偉峰的太太 我剛剛講了 揚敏就是民進黨網路中心的副主任 就在負責民進黨的網軍作戰 來 這就是他們夫妻兩個人在結婚的時候 看到沒有 還幫民進黨的候選人蔡英文總統 進行宣傳跟支持 所以他們跟蔡英文總統是有直接的連結 她的太太在中央黨部擔任網軍頭子 而中央黨部民進黨的主席是誰 就是蔡英文 所以這是民進黨的一個固定的 長年使用的網軍套路 如今完全現行 沒有辦法再躲了 沒有辦法再轉移焦點了 我們在這裡嚴正的要求 蔡英文主席必須公開向全民道歉 在這個時候居然針對台灣民眾做認知作戰 批評一下鄉民版 長期以來他就是一個批評政府實施的公開言論平台 這個公開的言論平台 如今遭到民進黨的網軍刻意栽贓攻擊 然後發動民進黨的側翼 民進黨的立委還有總統府 一起攻擊PTE的鄉民版 嚴重的扼殺壓制台灣的言論自由 而兇手就是蔡英文所領導的 民進黨中央黨部所養的 這一群網軍生態 所以我們很痛心的在這邊指出 治國沒半步 防疫一團亂 只有靠1450網軍 只有靠大內宣 我再講一次 大內宣沒辦法洗腦病毒 只想洗腦台灣民眾 1450也沒有辦法攻擊病毒打倒病毒 只會攻擊政敵 跟反對政府 批評政府的言論 在這個時刻 全國有上下一心一致對外 進行防疫抗病毒的工作嗎 沒有 因為我們可以告訴大家 民進黨中央 民進黨網軍 民進黨的立委們 他們現在 專心一致的目標 是打擊在網路上面 任何有對政府不利的言論 不惜自己反串 不惜自己來 做這樣子的一個 自編自導自演的腳尾犯在板 簡直就是惡劣 卑劣 無恥 蔡英文立刻道歉 王定宇立刻道歉